开幕 召开的这个时间 我在家看了一个小时 刚出来 出来之后我想回去看回放 非常感谢党的领导 从内心里就感激 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刚听了报告之后 让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要实施就与优先战略 我觉得对于当前 目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对我国国的就业来说非常重要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需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需要有稳定的收入 我觉得这一点报告来讲 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我现在对二十大 最关注的其实还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问题 那希望在二十大以后 就是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些教育资源 还有医疗资源 然后让我们去享受 这些年来 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了 我们这里开发成了轮游景区 生命保护的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游玩 非常热闹 我们家开启了农家乐 都吃上了轮游饭 这些都全靠党的好政策 我认为我以后我要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为祖国做出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